MIMA 模組在台灣算是這幾年才開始越來越多的廠商 還有採購的政府單位有注意到 其實美國很早就有在推行這個標準 它是一個計畫 針對密碼模組的驗證所推出的計畫 就是由美國的NIST跟加拿大的CSEC 這兩個官方單位共同推出密碼模組的驗證計畫 其實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說聯邦政府在採購這些資通訊設備的時候 它裡面所使用到這些跟密碼演算法 或是說跟密碼模組有關的東西裝備 都能夠取得一個認可的Logo 所以它就推出這樣的標準 它的概念是從這邊開始 開始到後來的衍生就是說 以後這些政府單位在採購的時候 它只能跟取得140-2這些產品的廠商去購買 那如果廠商不具有這種Logo 不具有這種設備的資格的話 就沒辦法去跟他們做採購 那一直延續到現在 那確實也證明說 他們在使用這些資通訊設備上 至少有達到一定的這種所謂的安全等級 那在使用者上會有一定的安全信賴度在 它的概念是這樣原油過來的 其實國外的話 就是美國加拿大它是共同推出這個合作計畫 那日本其實到後期 也跟美國有做一個MRA的合作 就是說美國叫做CMVP 密碼Modiculographic Module Validation Program 那日本的話跟它做一個MRA 所以它前面多加個J JCMVP 那等於是說 美日兩間的這個 兩國之間的這個實驗室 它所做出來的測試報告 經由主管機關審核 如果是達到發證的標準的話 這兩國會互相承認 彼此之間發出來的這個證明 那這個是 因為日本跟美國有這樣的協議 那其他國家的話 到目前為止是沒有 可是我們發現 現在有蠻多的國家在 當然也是政府單位為主 在採購這種直通訊設備的時候 它會參考美國的標準 就是要求這些設備商 你應該取得這個Logo 我才會跟你下訂單 那國內有部分的政府單位 在採購的時候 可能也會把這樣的規格 放入他們的RFP當中 當作一個採購的一個項目 採購的條件之一 那如果以現況來講的話 它其實主要的市場 還是以美國為主 畢竟這是美國所訂出來的這個標準 那所以聯邦政府 就必須受到這個要求 所以它會要求 它下面的這些設備供應商 都必須要取得證明 國內來看的話 也有蠻多的直通訊的廠商 它的客戶在美國政府單位 所以當他們把這些東西賣出去的時候 它就必須找實驗室取得這樣的Logo 那這種有可能是它自我品牌 它想要自己賣出去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客戶 因為它最終的End User是聯邦政府 所以就會間接要求 國內這些OEM、ODM的廠商 也要想辦法Follow這個標準 甚至取得這個Logo 那才會跟他們下訂單 密碼模組在國內 因為它畢竟還算是美國的一個聯邦政府的標準 所以在國內的話 當然部分政府單位它會直接引用 那可是在國內的話 因為沒有一個主管單位 所以沒有辦法去做這種審驗報告 或說發行證書的動作 那TTC的實驗室事實上 經過NIST直接認可 但是我們的報告是直接送到美國的NIST去 所以在國內的話 沒有找不到相對應的主管單位 所以國內如果有這樣的需求的話 架構上應該是先有一個主管單位 然後設立好這個下面執行的這個實驗室的條件 然後再由符合這個條件的實驗室去提出申請 經過認可之後呢 開始去執行這樣的業務 那以標準來看的話 國內並沒有相對應的CNS標準 那也沒有對應的主管單位 所以在這個部分 如果國內的政府單位有需要的時候 實際上它沒有辦法直接 引用我們自己國內的CNS標準 那這也會造成說 他們在採購這種比較具有敏感度 比較高的這種自通訊裝備或設備的時候 他只能把國外的這種聯邦政府的標準 放到他採購的規範當中 那當然這個部分我們還是可以提供服務啦 那只是說比較可惜的一點說 也許未來在考量說 國內我們自己制定自己的標準的時候呢 相對能夠衍生出 由哪一個主管單位出來負責去掌管這一方面的業務 那密碼模組其實它的產品類型非常廣泛 不過它一個概念就是說 我可以分成單一晶片的方式 或多晶片 或是embedded system的方式 拿去做驗證 所以它產品的類型可以是軟體、硬體、韌體的形式 那硬體的話比如說 像我們有看到有一些通訊裝備 它是做整機的驗證 整個box去做驗證 那甚至有一些firmware 可能有一些手機廠商 比如說黑莓機 它上面很多應用程式它去做驗證 那甚至說有一些跟smart card相關的晶片卡 比如說像悠遊卡 或者說金融卡 它裡面有一些app 它特別去做驗證 那或者是說有一些那種 我們常看到的 它可能是應用到你的儲存裝備 那這個形態上就有很多不同的差異 那還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說 它會搭配你是哪一種類型的產品 以及你要驗證到什麼等級 因為等級才是 你不管是你的port或是interface 它都會定義到說 你在不同的等級當中 你必須做到什麼樣的安全防護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業者在提出驗證申請的時候 他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我今天我是屬於硬體的設備 或是軟體的設備 我怎麼去對應到 它在這個標準裡面 有11個testing area 以及我要對應到哪一個testing level 它會做這樣一個區隔 那密碼模組其實就是 當然是由業者提出申請 跟實驗室提出申請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先去了解 業者它產品的類型 是硬體、軟體、韌體 那以及它想要驗證的等級是什麼程度 那了解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清楚去幫它定義出說 它所謂驗證的範圍 它的bundary怎麼去畫出來 那因為軟體、硬體的bundary區分是不一樣的 那甚至說有的複雜度比較高 那這就看業者之間的需求 那一旦確定這個之後呢 等於是專案就開始成立了 對我們來講專案開始執行了 那我們會去執行 業者所提供的這個開發文件 以及它的產品 如果是硬體的話 我們必須做一些破壞性的測試 那開發文件的項目非常多 但是只有一份是特別 要由實驗室這邊 就是驗證完畢之後要交給主管單位 就是NICE那邊 叫做security policy 因為這份文件是未來會公告在 這個NICE的官方網站上面 等於是說 你裡面所有的spec 你提供哪些安全功能 你就必須在裡面清楚的描述出來 那當然它有個彈書 你把裡面這個具有 智慧財產權 具有比較機密性的資料 都把它拿除掉 那實驗室這邊 經過廠商交付的這些文件 以及產品我們會進行測試 那過程中可能會發現 有一些不符合的狀況 那我們就會 我們會分兩種方式 就是一種接受業者的單純委託 我只做測試的服務 那結果只有過跟不過 第二種就是 我一定想盡辦法 提供一些顧問服務 去幫申請的業者取得證明 那如果是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分兩個team的人 去協助業者 一個team就是專門做測試 第二個team的人 就是專門提供顧問諮詢 去輔助業者 強化他在標準之間不足的地方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說 他最後能夠拿到這個證明 所以剛剛提的那個往返過程中 可能就會比較長 可能是在文件上的補充 甚至有些回到 他產品本身設計的spec 要做一些修改 那這些如果都通過的話 我們會在我們的報告裡面 針對每一項的測試結果 寫下我們的comment 以及測試的答案 比如說我的結果 應該都是要通過 那我看到的狀況是什麼 這樣子 那最終呢 這份報告就會有實驗室 交給美國的NIST 由他們去跟加拿大的 CSEC進行審核 那如果這個都順利的話 最後 業者的這些名單 他產品這些資訊 就會被NIST公告 在他的官方網站上面 所以 業者呢也可以拿這個資訊 告訴他國外的客戶說 OK 我今天透過你的要求 我已經把應該要做的這個產品 取得NIST所核發 這個140-2這個Logo 那這個整個案子 對我們來講就算一個結束 他的整個週期是這樣 其實密碼模組本身 他其實在這邊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演算法的測試 一個是密碼模組本身的測試 第一個演算法的部分 其實他不是在強調說 你這個密碼的防護性有多高 Key的長度有多長 他的重點是在於說 你今天不管用哪一種演算法 他的前提是 在NIST官方網站上 Approved List上面 我找得到的演算法 不管是對稱式或非對稱式 經過實驗室的測試 出來的結果是一致的 也就是說 業者所使用的AES演算法 或是Triple DS演算法 不管他套用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頭 跟實驗室這邊測試出來的結果 是一致的 所以他比較偏向一致性的測試 第二個部分是針對 密碼模組本身的測試 這個部分就會 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它會對應到不同的等級 不同的Testing Area 經過這個標準的定義 讓實驗室這邊去做不同的項目的測試 去比對它的結果 就是說 申請的業者有沒有按照這個標準 去進行測試 提供這些相對應的安全功能 而且符合標準 這個可能跟一般學術上 有一個很大明顯的不同 就是說 這個產品本身的安全度多高 其實並不在我們現在講 這個標準的驗證範圍當中 我們剛剛講 我們只針對它的演算法的正確性 以及密碼模組本身使用的環境 你針對金藥的管理 你針對這個主態的管理 是不是符合這個標準 那這些標準是不是直接跟安全有直接的關係 其實如果從學術性的角度來看未必 因為我只能在標準的架構之下進行測試 至於標準之外衍生出來一些風險 你的強度夠不夠啊 你這些使用上的問題 不在標準的驗證範圍 所以如果用學術界的角度來看 可能這是很小的一個驗證範圍 跟學術界要討論這個 我用不同混合型的演算法 以及後端的使用這些安全性 相比起來 我們做的標準是有一些 就是它的範圍是比較小一點的 那也是因為有一個標準的架構 也可以讓業者很清楚知道說 它今天所提供的產品 要怎麼樣才能夠符合這個標準的要求 其實如果站在這個使用者來看的話 因為國內其實蠻需要一套在這種 資安防護的一個標準 那當然有其他類似的 可是如果在密碼模組這個部分 目前國內是沒有 那我們來看我們會覺得說 如果很多重要的政府單位 它事實上用了蠻多這種跟密碼演算法 密碼模組有關的這些直通訊設備 可是現階段可以驗的標準 都是以美國這一份140-2標準為主 反觀我們其實蠻需要一套 自己屬於CMS標準的這種 密碼模組來使用 那這樣也可以確保說 在比較重要的這個政府單位 他們經手這些機敏資料 或說這些環境 是達到一定的防護等級 因為你如果很多資安事件去發生 我們去追溯的原因 當然很多是人為因素造成 可是如果你本身所使用的產品 這些裝備都沒有經過驗證的話 事實上它本身就存在很多風險 所以其實我們蠻需要一套 屬於自己國內的標準 而不是直接引用國外的標準 那有這套標準之後呢 當然需要一套這個合理 就是說一個完整的一個驗證流程 那就會有一個主管單位 然後授權給哪些合格的實驗室 去進行驗證的動作 讓國內或是國外的申請這些廠商 它所生產的產品 能夠符合我們自己國內訂的標準 那相對有這樣整個完整的流程之後呢 對於使用者端它有一定的保障 對於國內的業者來講 它也很清楚知道 它未來就是必須要取得這樣的Logo 相對它也有後面的這個市場存在 所以對於整個環境的發展 其實這樣是比較有正面的幫助 所以我們蠻期待就是說 未來如果國內有這樣一個更明確的主管單位 去制定專門給密碼模組來使用的標準的話 我相信對於政府單位的使用者 對於國內的業者 甚至對於未來跟學術界這個發展來講 都有蠻大的正面幫助 密碼模組來幫助 ango